來看到擅長結合國樂和爵士樂 跨界表演的臺灣司祖空爵士樂團 在德國好海洋音樂 及表演藝術推廣協會的安排下 前往德國巡迴演出 第一站來到法蘭克福 吸引不少喜愛爵士樂的中外友人 請來聆聽 司祖空爵士樂團 德國巡迴演出 第一站來到法蘭克福 演出一開始 藝術總監彭玉文 先向在場觀眾介紹司祖空爵士樂團與曲目 然後團長吳政軍也以手上的二胡說話唱歌 台下驚嘆連連 也讓大家為接下來的演出增添想像空間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 就是跟更多各個國家的朋友們見面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東西 真的有很多台灣傳統的元素在裡面 覺得非常地值得推廣給世界各地的朋友認識 這場音樂會名為奇幻流聲機 開場曲為水盼西水 六位團員包括二胡的吳政軍 鋼琴的彭玉文 鍾軟與柳琴的陳崇青 迪肖的黃智平 電貝斯的藤井俊聰以及爵士鼓的黃子瑜 將樂器發揮得淋漓盡致 2005年成立的斯竹空爵士樂團 不同於一般爵士樂 其音樂根植於爵士 而超越制式格律的極性 曲目行進間的對話呼應 乃由中國傳統的斯竹樂組合而成 東方與西方 傳統與現代 音樂與靜蜜 典雅與極性 像銀河系新群一般的和諧共生 將國樂與爵士樂元素完美融合 我們基本上都是在盡量推廣 台灣的一些傳統音樂 然後跟爵士樂作結合 所以是做一個很新的風格的音樂 在郝海洋音樂 暨表演藝術推廣協會主辦 法蘭克福德華婦女會協辦下 斯竹空爵士樂團這場音樂會順利舉行 接下來他們要前往 特里爾 海德堡 以及慕尼黑等地進行演出 中外友人深刻感受 結合東方與西方的音樂文化饗宴 台灣黃電視張勳仁 德國法蘭克福採訪報導